親緣 我們其實可以加盟 我們慢慢合資可以加 加盟一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SUNA 我是Dana 今天我們要拍的主題是 親緣粉絲推薦清單 親緣算是網友們敲完再敲完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個主題 因為親緣它主打就是 那我們這一次很不一樣 我們在我們的IG 號召我們的粉絲提供一些他們的私信清單給我們 對 募集了很多杯 就是看起來非常厲害的飲料 因為親緣是新的嘛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每一杯都喝過 所以才想說 那看大家推薦什麼我們就來都喝喝看 對 趕快開箱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喝吧 紫玉波波紗80塊 這個是超多人推薦的 好像算是他們很招牌的一個飲品 應該是最多粉絲推薦的一個 很好喝欸 我原本擔心它會很甜 但完全沒有 但它這個甜度是固定的嗎 固定的 很結束 算是第一次喝到這個口味的冰沙 因為它那個冰沙每一口吸到都有那個 一口西米露的味道 就很濃郁 我覺得這一集可以把它放成下午茶系列 這 它整個就是一個甜品欸 整個就是你喝完會飽了 而且會覺得很爽 就是會覺得很療癒 然後它甜度喝起來大概就是微糖左右 有很剛好 而且香味也是那種淡淡香香 不是那種 迷克夏等級 超級濃郁的那種芋頭香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的口感是三層 就第一層是 然後還有點冰沙沙沙的口感 然後接下來是小玉的那種珍珠 所以是有Q彈有沙 然後又有點綿綿蜜蜜的感覺 所以會讓你覺得說喝起來不會無聊 那這杯紫玉波波紗得到 分數是 8分 再來我們要喝的這杯是 小玉圓燒奶70塊 它這杯是熱的 我自己看很多人 我推是驚起來的時候會喝 好好喝喔 它的奶茶的香氣很厲害 我覺得它的奶茶是走那種 溫潤路線的 對 喝起來是有點奶精味的那種 但不會讓你覺得很化學 是很療癒的奶精 它這個甜度也是固定的 但我覺得非常剛好 就是微糖的感覺 黃油懂喝 真的 你們真的很懂欸 而且它的小玉圓就是一樣 有Q 是小顆的那種 味道的話就是淡淡的芋頭香而已 它裡面還有點沙沙的那個芋頭 喝下去就是感覺 可以一直喝一直喝的感覺 不會覺得膩 我自己給予高度的評價 超喜歡 小玉圓燒奶得到分數是 9.5分 青圓的小玉圓 我自己覺得有做出差別在欸 它的玉圓是用 9份玉圓 對 鮮草丼奶茶1分糖去冰60塊 很多粉絲都說 他們的嫩仙草 仙草丼很好吃 就來吃吃看到底多好吃 對 因為我們自己是覺得說 啊 仙草丼不是就 那樣嗎 差不多 嗯 我那網友說什麼 粉絲真的很懂喝欸 這個很猛 打破我對仙草丼的定義 因為它是嫩仙草 超嫩 嫩到會讓你覺得說 我可以吃上那個嫩仙草嗎 我一開始想說喝下去 有什麼東西很苦溜的感覺 可是又感受不到它 但是你喝在大口一口 它是真的這樣 滑過你的舌尖 跟那個奶茶感覺 喝唯一了 對 就是奶茶是我 我是奶茶 而且它的嫩仙草 的那個仙草味 跟它的那個口感的滑嫩 調配得非常厲害 而且他們好像是手做的 這個我會想學怎麼做欸 他願意教我啊 而且它的奶茶一樣 一分糖剛好 仙草丼奶茶得到分數是 8.5分 我已經很久沒有給這個高分了各位 手炒奶香麵茶去冰70塊 我個人沒有在飲料店喝過這個品香 我不知道00後的大家 還有沒有知道 麵茶是什麼東西 很麵茶 就是麵茶 如果你沒喝過麵茶的話 可以點來喝喝看 它感覺加了一些牛奶進去 所以有點中和掉它的那個濃稠 我是沒有喝過麵茶 可是我覺得它喝起來很像米漿 比較淡一點的米漿 有像有像 有點米香 然後又有一點 我不知道什麼 就覺得有點芝麻香的感覺 就是那種口感啊 因為它也是有一點淡一點點沙沙的感覺 如果你很喜歡古早味的話 你應該會滿愛這杯麵茶的 沒喝過的可以喝喝看 手炒奶香麵茶得到分數是 7分 那歡迎來到吃飽的 爛笑話時間 好今天我先 請問你們知道 什麼科系的學生 最適合賣壽司嗎 不知道 答案是 美術系 因為美術系 有一天小明跟他爸爸去參加婚禮 然後他就問爸爸說 爸爸為什麼大家結婚的時候 都要選好日子 然後爸爸就說 因為結婚之後 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玉劍泥蒸好85塊 這邊要好多 有珍珠 紅豆 芋圓 芋泥 五種料 你喝一口就可以開始感受到那個 飽足感 它其實像是一個甜品了啦 我覺得那口感有點豐富到 讓你的舌頭有點不知道怎麼招架 珍珠很Q彈 然後小芋圓的話就剛剛一樣 然後芋泥的話 它的芋泥的味道很重 而且它是屬於一點黏黏的那種 整杯你就是喝到 莎莎的黏黏的QQ的跟 哥哥的 哥哥的 然後他牛奶是不是那種奶香非常重 我覺得這樣很好 不然它的那個味道會太豐富 然後它的甜度是在裡面算偏高的 喝到後面就會覺得有點小膩 我覺得它有半糖 玉劍泥蒸好得到分數是 7.5分 接下來我們要喝的是 玉劍珍珠系列 那就是小芋圓加上珍珠的組合 對然後它兩個不太一樣 一個是熟成奶綠 一個是米香奶烏 因為都有人推 所以我們就都買起來喝喝看 我們先喝奶綠 遇見珍珠熟成奶綠 一分糖去冰 70塊 這一杯 遠遠超過你上次跟我推薦的一家 也是奶綠加小芋圓 康青龍啊 對 之前有講過康青龍的那個奶綠啊 你喝酒就膩了 它就是一開始覺得 喔好香喔 那個都好濃郁喔 可是它這杯呢 雖然沒有那麼濃郁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香氣 是更持久的 對 再加上它的甜度沒有到 像康青龍這麼的高 所以我覺得它喝起來 你會覺得更順口 那我喝起來我覺得有點偏甜 因為它這個玉圓跟珍珠 所以它那個甜味就 加倍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蠻想讚賞一下 這兩個 它的珍珠是真的很Q 小玉圓是Q中帶軟 對 所以兩個的料是有差別的 因為有一些店家的小玉圓 會做得很像珍珠 你就會覺得喝起來一樣 預見珍珠熟成奶綠 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我認真覺得 青龍我是很喜歡耶 欸青龍 我們其實可以加盟 我慢慢合姿開一家 加盟一下 這個米香奶綠 它用茶香氣好香喔 對 它直接沖上來耶 跟牛奶融合得很好 茶香也有 奶香也有淡淡的 重點是它的米香 它那個米香我真的覺得蠻厲害的耶 真的有一種米漿的香氣 或者是那種 還有米的甜味 對 好厲害喔 整體喝起來就是 整個就覺得清雲 就讓你很舒服 這一家的飲料店 就是人生是彩色的 那喝茶的東西 黑白的 這杯跟剛剛那杯 你乍看之下 一模一樣 但是其實他們兩個的味道 真的差很多 很喜歡喝奶綠的鋼麗杯 非常好 然後這杯是 如果你很喜歡烏龍的香氣 我覺得就可以點這杯 我覺得它的烏龍的香氣 也是偏清香的那一種 所以才會讓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因為如果茶味太重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就不愛 網友很會推耶 大家真的都很厲害 它每一杯飲料的辨識度都很高 對 那這杯玉劍珍珠米香奶屋 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那我們剛剛喝完7杯 粉絲推薦之後呢 我們要進入我們的推薦時間 今天清源喝下一個 五彩雷 我們的粉絲 果然是我們的粉絲啊 非常厲害 你們都懂我們想要喝什麼 對很會推耶 都是愛好手搖杯的大家 我要推的就是 剛剛喝的那杯米香奶屋 因為它那個米的味道啊 真的是讓我為之驚豔 喝下去居然會有米的香味 這是我以前沒有喝過的 然後呢我想推的是 仙草凍奶茶 因為它那個仙草凍讓我知道什麼叫仙草 太嫩了 而且它的奶茶不得不說 我的天啊 我自己做得非常好 超喜歡 接下來的話我要推薦的是 小芋圓燒奶 對 我自己覺得我喝下來 真的會覺得它是很療癒的一杯熱飲 還有一個是也想要推的是 紫玉薄薄沙 因為這杯夏天又來了各位 冰箱是必備的吧 對 要喝冰箱就要喝這一杯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的手搖杯 或是想要看我們開箱什麼 新的美食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跟我們講喔 或是有喝過清源的什麼飲料 一樣很推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幸福的吃吧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跟那個賀茶樓是不一樣的各位 賀茶樓沖下來你會有一股很不爽的感覺